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园子 景观真的看了整个环境的事件 最贵的大厦都在前面 有多深亢神异 这个的会所都挺有格调的 史上 这个绿色应该是近年最流行的绿色之一 不累積 够摩登 但又够宽敞 不错不错 最紧要是够光眼 最怕那些Lobby黑黑黑黑 OK 还有一个Cold Kitchen 陪陶都OK 开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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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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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邊走過來 進來就是左右兩支大廈 左邊就是第二三十三 賣物 右酒店這支是我們今天看的台灣大廈 還有少許的單位 不過最重要的給你們看一下logo的項目到底是甚麼 進去lobby 感覺其實挺像酒店 因為這條街本身是屬於日下區的一條靜街 本身也有很多酒店 挺有酒店 挺有普遍Hotel的感覺 lobby的設計 剛才大堂會所都是行一個時尚 contemporary的風格 感覺都挺modern的 不會覺得很老套 就適合一些有taste 有style的中產人士 整個雲石大堂 一些特色的外場設計 不是很花巧 但足夠作為一個不錯的lobby 標準的保護設備 就是一些手指模 和面相適應就可以進去lobby 看看這個項目是甚麼 Hello 現在的位置就是lobo aroundsukurit 33 顧名之二 就是lobo的項目 在sukurit 33 項 這個項目其實隔壁也有去的 孖山兄弟就是lobo bsukurit 33 兩支大廈就是左樓旁 有些像lobo的b19和revolve19一樣 其實都是所謂AB座的概念 現在的位置是一個很旺中大靜的位置 所謂旺就是在正方旺 在33街 其實由Emporia 或Emporia 那邊走過來 大約七、八分鐘 因為這個不是街口 所以這個也是所謂靜的地方 因為它是一條熱鬧和非常之中產附屑的區域 不過它所處的位置就是lade back 所以是一個很旺中大靜的位置 今天固然之是潑水節假期 亦都有疫情的關係 街上絕對不多日 交通亦都稀少 所以來就是很方便很舒服 但一直走的感覺 都是感受到這個所謂中產的氣氛 一會兒我們都會和大家在短片一邊走一邊走一邊 這個項目本身的單位間隔 比起Lobo一樣 其實都是一個屬於幾好間隔的地方 我覺得不需要買太大的單位 其實一房的單位 如果你不是要求很高 其實已經是可以住得幾舒服 而且這裏的生活配套是非常之完善 吃的東西、買的東西都是非常之齊整的 當然這裏屬於中產的地方 出入的人的氣質、氣氛都是很不相同的 如果你一直都在密室 如果想在曼谷住在一個比較中產的地方 出入的感覺是自然一些的 不需要太Logo的 這個確實是一個好選擇 為甚麼呢? 因為目前LoboAround 33 正在做一個所謂的Promotion 細節我再和大家解釋 我們現在逛逛街 然後記得留意我們本尾 看看示範單位 好 看看示範單位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一房職 進來的基本開房式廚房 但我喜歡一個L型的桌子 比較實用 廚櫃這些包座基本上已經夠了 還有位置放一個四人的餐桌 我覺得都挺OK的 我最喜歡Lobo的就是 他把那個露台放在廳 變成採光很足 而且extend了廳 空間感是大很多的 另外呢 連房間也有一個露台仔 不是很大 但起碼都有高的採光 還有有時可以有些fresh air 這個感覺都是挺舒服的 房間就不是特別大 因為整個單位都是一個一房單位 部份單位的景觀 基本上都是一個視景 不會說很surprise 但絕對都是開陽的 進來的洗手間 衣櫃的間隔 全部都是正常和合理的 那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一房單位來講 這個職都算是不錯的 那洗手間的配料都非常完備 整個示範單位的感覺是 那我們最重要都要看周圍環境 我剛才說過 33階基本上是一個 中產王中大政的階來的 你由33階一看出去 就是一些residence的項目 甚麼是residence呢 如果在曼谷的地位 叫做residence 都是分數比較少 屬於中高端低密度的 單位比較大的 那這些單位基本上 都是很多中產人的號號來的 那這條街你見到 四月周圍都是這些residence的住宅 那你可想不知 在這條街住的人 就可能好像跑馬地 九龍堂 那些人都要走出去 就是33階的BTS 好 那附近都很多型格餐廳 就在Around的對面 那就是有這個sleep eat bike 那又有個hostel仔 又有個兩仔的coffee shop 還可以在這裏租單車 那很多單車是years 那不要看曼谷現在這麼熱 其實曼谷現在都開始流行踩單車的 那看回來 那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中上住宅為主 所以這條街的鄰居是不錯的 那看回 左手邊這支就是B33 右手邊這支就是Around 33 我最喜歡它們就是自己種很多樹 在整個區裡面當然是outstanding 對面馬路就已經有個帥仔的特骨 再走前一點 這個這個 黃色招牌這個 沒錯 還有台灣的居酒屋 再下去呢 又有日式的居酒屋 四人條街就是有很多這些特色的餐廳 好東西吃 所以基本上生活機能就很足夠 這個就是B33的入口來的 那兩支大廈分開入口的 好 那一路繼續向前走 那其實都是典型曼谷的街 不過你明顯地看到這條街呢 出入的人 或者一些大廈 都是屬於中產的感覺是明顯一點的 或者甚至你會見到這些 陀地的豪宅 基本上整個大花園 你都不用知道他走 因為你看到他發地 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家 OK 那 沿著走呢 大約走三至五分鐘呢 就已經去到Ancordium 如果去地鐵都是三分多鐘 除了特色餐廳 剛才說的那些 還有這些希臘餐廳 有酒店裏面的自助餐 甚至這裡也有很出名的意大利餐廳 在哪裡呢 沒錯就是對面這間 這間意大利餐廳 據聞都幾出名的 有機會都要來試一下 因為交通都實在很方便 那基本上來到意大利餐廳 這裏呢 前面呢 就已經是Suite Main Road的了 那一出 左手邊轉多一點 就是這個 Ancordia 那就是等於是BTS 所以其實交通都非常方便